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快乐地聊着天 白浅和叶华陪在墨渊身边 今天墨渊心情不错 跟叶华说了几个白浅当初学艺时的调皮趣事 胡迪和胡后还有白衣走在最前面 一阵一阵开心笑着讨论婚礼细节 连颂 私命和哲言 白真聚在一起开着玩笑 他们要策划一下 在澄清当日如何为难一下帝君 机会难得 绝对不容错过 今夜的青秋微风袭袭 空气中弥漫着各种花草的清香 天空繁星闪烁 一轮圆月如银盘当空 盛世明亮 踏着青秋夜色 东华牵着凤九的手慢慢地落在其他人之后 凤九知道 东华突然向他提亲 是因为怕那三生十斗生变故 自此之后 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 这一刻 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凤九为了准备成亲当日的东西 也为了婚俗 他没有再回太陈宫 而是留在青秋等着迎亲 东华和其他人纷纷离开青秋 但是东华没有回太陈宫 他只身来到和青秋接壤的民仙山 默默念诀 催动法力 他在使用照模令召唤乌法 他曾答应过林峰 一旦他和凤九成亲便要告知他 乌法曾经感应到他的召唤 所以此时同样可以被召来 可是 等了许久 东华皱眉 乌法没有来 他再次尝试 还是没有来 东华眉头深锁 不会 乌法不可能感应不到 为什么 难道林峰出了事 不会 林峰曾在信中说过 如果他遭遇不测 他的赤眼刀会回到不周山震动节界告知他 他没有感应到节界有问题 那么 到底是怎么了 连日来凤九很忙 但是很开心 姑姑白浅和好友成玉 几乎都没有回过天宫 他们和他吃在一起 住在一起 白天一起忙着各种准备 晚上一起闺中密谈 不知道经常谈些什么 三个人总是神秘兮兮又带点害羞的调笑 凤九不想用九重天的剪裁师 他觉得青秋的就很好 他的衣服都是蘑菇级上的耕书给他做的 从小就是耕书做 所以他的喜福也想给他做 庚书是一只历经几千年 修炼成人形的只庚鸟 心灵手巧 对裁剪很有自己的一套追求 只接受定制 在青秋可谓是德高望重的裁剪师 他曾经问过庚书 要怎么给东华亮身形做喜福 庚书笑笑说不用亮 他让他闭上眼睛 在脑海里想着帝君的样子 庚书必也念诀 从他的脑海里看到帝君的身形 便心中有数 可是看了他脑海中帝君的样子 庚书略有思虑 他温和的对凤九说凤九啊 你觉得最适合帝君的颜色是什么 当然是紫色啊 不错 庚书想给帝君做一套紫色的薄纱外衣 没有他身上的罩衫那样沉重 让他少些重量多些灵气 让他这样穿着与你澄清可好 不用红色 因为紫色才是正真的他 才是你脑海里最深刻的样子 澄清是大事 无在乎规矩 一切随心合一才好啊 凤九听得尽有些眼眶红润 嗯 庚书 我相信你 就按照你说的办 凤九在蘑菇集上和庚书相聊甚欢 而东华此时却在不周山的虚弥谷中凝神 他已经记不清楚 自己这几天来尝试了多少次召唤乌法 可是乌法从没出现过 他最近一次听到乌法的消息 还是他和墨渊 胡帝在三界边的一场遭律战 墨渊说乌法带着那优伟魔僵的尸体 回了大银箱凌峰回禀 那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 毕竟以凌峰的质谋 他很容易就可以想到 这是个奇怪的局 难道凌峰想要探查 然后出了意外 这段时日 东华一直觉得心神不宁 他召唤不了乌法 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 为防万一 他决定亲自来这去弥谷看看 一切正常 赤眼刀真的没有来 那至少说明银峰性命无余 东华环视四周 细细思虑 什么样的情况会让一切正常 又透着一点不正常 禁锢 东华一惊 性命无忧却又无法前来 难道是遭到禁锢 东华闭眼宁神 他要保持冷静 且不可莽撞 他不能插手摸足内乱 尤其是凌峰已经告诉他自己正在布局 他对他的布局一无所知 以他的身份 贸然前往魔界打探 估计会适得其反 现在他能做的就是相信凌峰 东华在雅去阁的书桌上留下一封书信 告知凌峰不日他将和凤酒澄清 希望按约定 他们可以等到他亲手配的芙蓉花 再次环视四周 东华先顿而去 而此时在魔界的曼陀宫寺院往生池底 凌峰的周身微微白光悠扬 这往生池可保重伤之人不死 虽无法治愈 却也有些灵气供养 在陷入沉睡之前 凌峰缓慢地释放自己的仙人 断掉的经脉可以再恢复 各种建伤也不是问题 最重要的是 他的仙人和魔源需要时日修复 这往生池水会封印人的意识 让浸泡其中的人一直沉睡 如此甚好 凌峰此时最需要的便是沉睡 征战多年 他早已有自己的一套疗伤的方法 身上的伤总能治好 可是心上的伤 凌峰觉得 只有复仇可以让他平静 淡淡的白光在水中飘扬 几乎微不可见 而凌峰的眼睛和眉头也真正颤动 几乎微不可见 大摩山的树林里 被东华多次召唤得无法 此时已是长埋地下 但是无双的尸体 却被那些亲信们随意地扔在草丛中 一个小兽 无双的小身躯周身泛着红光 一阵强过一阵 他在挣扎 他已经挣扎了好多天了 这封印实在太强大 虽然已经被劈开 但是他还需要一些力量才能冲破 终于 一阵红光漫天 那小兽的身躯幻化成一团红色的雾气 雾气消散 一个红衣少女现出身形 终于 他恢复了人形 他被封印在小兽的身躯里无法幻化 可是他却很感激这个封印 因为他被封印 才有机会在他身边 无忧无虑地陪伴数万年 凌峰无双靠在树下失声痛哭 虽然他的身体被划破没了气息 可实际他的意识还是清醒 伤及他性命的攻击 是解除封印的唯一方法 他没法告诉凌峰他没事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凌峰抱着他痛哭 看着他被绑走 无双心痛如脚 不行 他擦干眼泪 此时不是哭的时候 他要救他 稍稍思虑 无双心对往灭赤山方向而去 灭赤山的魔艳岭 是魔族分支魔艳龙族的领地 魔艳龙身形巨大 一只成年的魔艳龙的破坏力 堪比一只小型的魔族军队 其翅膀可以飞天 其口中可以喷出烈焰 而他们喷出的无阵烈火 可以燃尽天下万物 和一族火麒麟喷的红莲夜火一样无法浇灭 这有强大的线力可以清除 魔艳龙族性格温和 喜好平静 从上古时期开始 他们的始祖就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可惜 由于其强劲的战力 百毒不侵的体质和口中的无争烈火 几十万年了 他们一直是各族争相抢夺的优等作器 而如此强大的魔艳龙 之所以会成为作器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几乎没有法力 不管是仙法还是魔法 他们几乎都无法修炼成功 只有一些基本的小法术 在换成人形时可以使用 据史书上记载 这是由于上古众神在大战之时 发现了魔艳龙的强大 为避免这种魔物残害生灵 为天下招来祸端 而对他们的血统实施了禁术 却没想到这样的技术让长相丑陋 却生性纯良的魔艳龙遭受了几十万年的磨难 每到四海八荒纷争不断的时候 魔艳龙便成为各族争抢的对象 不是被逼着欺离子散的战死沙场 就是被得不到他们的人绞杀 以防止别人得到 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们成服魔君 成为魔界皇族的作器 在魔界内没有一定的身份 法术是无法驾驭魔艳龙的 可惜数万年前的魔族内乱 各叛乱分支的头领不顾魔君尽力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